那以前大發電檔講真的就是 因為衣服也是 製作單位要幫忙借 然後一演那麼多集 然後你就根本沒有時間花錢 所以錢就會存起來 可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是兩個半小時 成本要增加非常的多 然後演員要變非常的多 那我們的福利也會變少 所以我們的衣服全部 幾乎都是自費 那我也有聽過一些 很剛進來拍的演員的費用 真的也是蠻 來 多少 講出來 我其實沒有不知道多少 但他們有說就是 真的幾千塊 一個月嗎 沒有沒有 就一集啦 沒有像以前前輩聽到的說 大家的薪水很好 然後可以存錢買房 我看一些八點檔演員 就是有在台北買房 那想問一下就是 是不是因為八點檔 就是一演就好幾百集 那酬勞也是賺蠻多的 那個啊 主持賺的比較多 哈哈 主持 一天五集 我們七天五集 OK 然後我們以前 我們以前從一個小時開始演 然後演到兩個小時 現在演到兩個半小時 所以說其實是蠻辛苦 那以前的發展檔講真的就是 因為衣服也是製作單位要幫忙借 然後你就是穿著睡衣去就可以 然後一演那麼多集 然後你就根本沒有時間花錢 所以錢就會存起來 可是現在不一樣啊 現在是兩個半小時 主要的演員就有這麼多 那旁邊還有一些次要的演員 所以加起來以後 就是它的成本變多以後 那我們的福利也會變少 所以我們的衣服全部 幾乎都是自費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 全部都要自費 所以我們現在花的錢 也要更多 對 然後那經濟不景氣的狀況之下 所以就是 你沒辦法漲上去 其實還要再 時代在變 還要再打折 那我也有聽過一些 很剛進來拍的演員的費用 真的也是蠻 來 多少 講出來 我其實沒有不知道多少 但他們有說就是 真的幾千塊 一個月嗎 沒有沒有 就一集 一集 可是算一集 你是身在哪一個年代的 19 我1985出現 其實我那時候聽 也是覺得 哇 就是沒有像以前前輩 聽到的說 大家的薪水很好 然後可以存錢買房 其實我講真的 就最早的時候 其實大家不知道 就像 可能現在的香港TVB 還是這樣 就以前老三台的時候 他們是領月薪的 每一個演員 在紅他演多少戲 他這個月如果是五萬塊的話 那有一個旁邊的配角 他一個月也是五萬的話 那可是這個主角 他大概要 就是演到沒日沒夜 然後配角出來講兩句話 就賺到 所以那個時候 大家都不想演主角 三位有回答到嗎 八點檔演員 是慈善失業 你要看到他們 要黑蜜糖 跟我們主持夜市 主持夜市 而且還有我們八點檔主持 我們八點檔上山下海 對不對 然後果然要被打 然後摔到地上 然後跪在地上 靈女 然後你們就坐在這裡 我坐在這裡 差多少 我回家還要跪小 還要包尿布耶 對啊 誰叫妳要弄出人命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就忍不住啊 這看起來你們兩個 不能同一部戲會好講 應該會吵 對 因為演員很多 大家聚在一起 感情好很重要 那有沒有那種演員 就是上台的 在台上的時候 一本正經 在台下都胡說八道 有有有 誰 江國斌 不是 江國斌講 江洪恩 江洪恩 沒有 我們是郭斌 郭斌哥很OK的 郭斌哥是沒事都在那邊 晃來晃去 因為他的台語非常好 那洪恩我覺得差很多 因為洪恩其實他的第一部戲 是跟我一起拍的 然後他那個時候 因為新人嘛 就很緊張 然後看到誰都是畢恭畢敬的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的導演都很兇 現在的導演比較不會罵人 以前的導演都會罵人 而且非常兇 所以他就會很緊張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一起拍戲的時候 是他演他又喜歡我 那另外一個是謝竹武 那謝竹武基本上 我覺得他是屬於天才 因為他看劇本 他是過目不忘的 他看過去以後 他就記得了 其實他在現場就是一直 這不要念了啦 我也沒背 不要背啊 不要背 然後洪恩那時候是笨笨的 然後就跟著他在那邊玩 然後正式來的時候 洪恩就一直NG 因為學到那一招了之後 他自己現在的台語非常好 之後他現在就會說 不要背啦 不要背 那個時候 而且他在現場就會很放鬆 然後謝幕將的演員 對 嗑瓜子 然後吃花生 然後我有一場戲是跟著他 那個時候就是他演大哥很兇 然後我就很害怕 然後他要對我怎麼樣 然後我還要就是 他要摔杯子 那場戲七夜 然後我說洪恩我們兩個來 趕快對一下戲好不好 他說好啊 然後他就把劇本拿出來 然後就開始滑身 咔嚓 到哪裡了 好 好鬆 然後就整個感覺 好像要喝兩瓶米乳的感覺 就是它是完全跟螢幕上是完全不一樣 很棒